我觉得以色列有跟美国报告他这一次的主观的想这个企划了 他就希望让以色列本来住在北部屯杆区的人能够回去生活 所以他要在离南地区打出一个缓冲地带 那就是比照他在袈裟的做法 就是把所有的建物全部炸掉 那个缓冲地带大概是30公里到50公里 那逼那些人全部后撤 然后把建物都炸掉 然后接下来以色列军队就进入那个缓冲地带 那这个事实上也是对一个历史的一个反弹 我们知道2006年以色列就跟黎巴南发生过战争 那以色列并没有打赢 所以后来联合国派的维和部队到离南地区 那可是以色列一直在抱怨 说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没有办法阻止黎巴南 珍珠党的崛起 这个有点像以色列在这个埃及跟加沙边境 那个废城走廊 那个按照1975年 以色列跟埃及的协定 是要由埃及部队来管理的 那以色列也在抱怨 说你埃及没有办法阻止哈马斯的崛起 所以我觉得以色列这次有点一不做二不休啊 我就是要把废城走廊占领了 而且派重兵驻守 然后离南地区我也不管了 我就要把你们赶走 然后我要在这个地方用重兵来驻守 我不要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啊 那我觉得他已经疯狂了 因为最近这个联合国维和部队有一些 是中国大陆的部队啊 他照炸 所以我觉得他已经疯了啊 那他会不会得逞啊 我讲白了啦 黎巴南珍珠党是一时被你打乱的 可是他总有整顿重新集结的时候 所以我认为会没完没了啊 我认为以色列最不堪的就是消耗战 对 如果短期这样对着干 大家可能打不赢你啊 可是你以色列现在是一对七耶 那周边有七个军事单位 你通通都杠上了 那人家以后就跟你打长期的消耗战 所以美国也在忧虑啊 他说以色列你是战术精良啦 科技进步啦 可是你的战略是什么啊 美国事实上认为他的战略有点愚蠢啊 就不知道他如何善后 那他总 以色列就是认定黎巴南会认怂啊 就说你被我打退了啊 那大概就不敢跟我较量了 我看事实恐怕是相反 你的战略是什么呢 老实在那个战略是什么呢 那个战略没有了 那里有点的战略